那我们看了西西的故事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几个问题 这个家庭是处在一个怎样的生命周期呢 这个家庭有哪些系统 系统间的界线是怎样的 这个家庭是否存在三角化的结构 具体是怎么样的一种结构 这个家庭的权力等级是怎么样的 我们再稍微来解释一下 这个家庭来求助的问题是 当这个大儿子八岁的时候 他用一个话叫反抖心 应该就是那种可能比如说非常的漂皮 然后不听父母的指令等等 就是父母管教不了他 所以看了很多专家 然后最后来到林老师这里 那其实这个八岁的孩子 在我们前面学的家庭生命周期里面是没有的 那么也有其他的学者会把学龄的孩子 就是刚刚上小学的孩子 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家庭生命周期的转换的阶段 就是他们成为了一个小学生 进入到了正式的这种学校教育的体系中 这是家庭转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那么这个家庭差不多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 生命周期的转换 就是家里面有学令期的儿童的家庭 好 那么这个家庭有哪些系统呢 系统间的界限是怎么样的呢 尝试回答一下 这个家庭系统应该有一个至少是有夫妻系统 手足系统 然后亲子系统 这个系统间的界限应该是妻子跟他的这个长子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晰 那么夫妻之间的界限是有一些僵化的 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亲子就是手足之间的话 好像也没有一个感觉到比较理想化的一种关系 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也没有显示出 他们整个夫妻跟这个第二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地方可以感觉到就是老师刚才曾经说过 那个长子会过多的介入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一点感觉 好 非常好 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有三个系统 一个是夫妻系统 一个是亲子系统 一个是手足系统 亲子系统里面又包含了母子系统和什么呀 父子系统以及跟老大老二 那系统间的界限 那么其实夫妻系统和亲子之间的系统之间的界限是有一些什么呀 残劫的 就是说这个孩子过多的去关注父母的关系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他会望着什么呀 妈妈 他会经常望着妈妈 妈妈的很小的一个情绪就会变成这个孩子比较大的一个情绪 那么这就是表明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有一些比较残结的 好 那么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家庭是否存在三角化的结构呢 这个三角化的结构具体是怎样的 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 仅仅只是把老师原来说的那个概念现在弄过来的话 这个家庭其实是存在一个比较标准的一种三角化的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母亲跟这个长子和那个妻子跟丈夫之间的这个三角化的结构 这个三角化结构就是长子跟母亲关系比较的有一个连结 那么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这个结构就不是很亲密 距离很远 那么同时呢 丈夫跟他的这个长子之间也有了一定的距离 目前只能理解这么多 很好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这是存在一个三角结构 用我们前面所学的知识 那就是说这个三角结构是一个跨代联盟 对吧 然后就是亲子系统的大儿子会跟妈妈联盟 因为可能妈妈对爸爸不满意 然后大儿子也会对爸爸什么呀 不满意 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多的看到二儿子的表现 但是他后面也有一些对爸爸的投诉 说爸爸看报纸呀 喝完汤就看报纸 看完报纸就说我们赶快问习功课等等等等 所以可能在整个这个家庭中 这个爸爸都是被什么呀 疏离的 然后这儿子 这两个儿子跟妈妈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一致的 他们之间 然后这个孩子对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怎么样 敏感的 李维蓉老师用了一个词叫 叫Parent Observer 就是A Watcher Parent Watcher 就是他们 就是一直在观察着 他们自己的父母 所以 当他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当父母在 谈论一些他们之间的不一致的时候 这个孩子头上 大家看到他带着一些装置 大家也看到了 当他的妈妈和爸爸之间发生比较强烈的争执的时候 他的情绪的波动就会是比较大的 而且当让这个孩子回到他们的谈话中 让孩子进行回应的时候 他说了一些非常大人的话 看似他好像没有在听 但是他说的话 就是给爸爸的一些建议 然后也会给妈妈一些建议 给妈妈的建议说 你不要那么快就怎么样 说出自己的想法 给爸爸建议是 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说 然后还建议他们晚上不要讨论问题 然后早上会记忆力比较好 专家说过的 所以其实他说的这些都是非常 让他的父母亲感到非常惊讶的 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所以这个故事又一次验证了 就是孩子对父母情绪的这种吸收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之强的 看似他们好像每天无所事事的 游荡游荡的 然后还不听话什么的 其实他们都在密切地关注着 父母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以及父母的情绪 所以这个孩子就卡在了这样的一个 三角化的结构中 那么再加上他面临的 比如说学校的一些环境啊 学业上的问题啊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有行为问题的孩子 所以就来咨询 我们再进一步看第四个问题 这个家庭的权利等级是怎么样的 谁拥有这个家庭的影响力 在这个家庭里 是不是妈妈 母亲比较有影响力 大家也看到中间 治疗师会有一段回顾 回顾爸爸和妈妈 他们成长的一些经历 而且也会让他们夫妻之间 更多地去谈论一些 他们之间的问题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女士是还是比较掌控的 比较强势的 所以治疗师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回应 关注过程 而不是关注内容 他当夫妻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 他就说我看到 比如说你一方面又想让你的丈夫去做龙头 对吧 你一方面想让他去帮你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计划 可是他一旦做了这个龙头 你马上又把他摆到了什么呀 龙尾 你又会觉得他做的这个计划不够吸引人啊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会挑他的毛病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 对他互动的一个反应 他不会说 你们到底谁计划什么怎么样 其实他看的是他们的 这样的一种互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这个丈夫又被挑剔的时候 他就会放弃他的尝试 他就不再去做计划了 那么当他不再做计划的时候 妻子又会去抱怨 他没有更多的去分担家庭的责任等等 所以慢慢这个丈夫为了避免冲突 就觉得好了算了 就不说了 那么他就会离开的这个系统 离开的什么呀 更远 那么这就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然后所以大家看到 治疗师都做了哪些处理吗 治疗师的一些动作 大家记不记得中间有一段话 那个爸爸说我要和你竞争 我要争取我的位置 记不记得 这个就是怎么样 打破这个三角关系的一个动作 解套这个三角关系 然后这个孩子说 你竞争不过我呀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做呀 然后爸爸说你不要让着我呀 我一定要和你竞争 意思就是说 这个爸爸要回他这个什么呀 爸爸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位 意思是说 你就放你这个孩子 你就回到你八岁 你就做你八岁孩子该做的事情啊 八岁的孩子喜欢什么玩具呀 然后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呀等等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 打破他这个三角关系的一个动作 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 有很多夫妻之间去讨论问题的镜头 到后面大家就可以看到 两个孩子基本上就坐在对面 基本上都是夫妻在讨论他们的问题 这就是一种技术叫活线的技术 让他们现场不断地去讨论 不断地去对话 其实这个对话的过程 也是加强他们什么呀 夫妻系统 当孩子看到父母之间是可以去解决问题 可以对话的时候 他才可以怎么样放心 他才可以真正的从那个位置中怎么样出来 所以后来当这个孩子他们家里发生了事情 然后去新加坡 回来他说 让他提他的变化 他就是说 好像动机还是一样啊 只不过方式不一样啊 动机就是都要关注什么呀 家庭 关心家人 但是不只要望着妈妈也要怎么样 看着爸爸 然后而且还有不用过多地去管这些家事了 然后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什么呀 学习上呀等等等等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治疗 他们的结构得到了修复 然后夫妻的系统得到了加强 那么孩子也更放心地回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当他们家庭后来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就是他的这个丈夫中风了之后 那么这个家庭也能够非常平稳地怎么样去应对 因为他们有一个功能良好的结构 去应对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时候妈妈就说 我们对他很放心啊 然后他自己就可以去做自己的功课呀 然后不需要我们去提醒 我们就可以更多地抽出心思来 让这个丈夫做一些康复的治疗 而且这个孩子还用了一个比喻 还是还说后来爸爸妈妈的关系 就变成了糖和水 糖和水的关系 原来是两个极端 而且是说水和油 对就是所以原来他的比喻就是不相容的 但是后面经过治疗他自己也用了新的隐喻 来隐喻爸爸妈妈的关系 就是糖和水 很甜啊 很黏糊啊 能够黏在一起 所以当他看到爸爸妈妈可以这样 可以互动 可以黏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能够怎么样 更放心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其实都是在呈现我们所学的所有的这些理念和概念 好 那关于西西的故事 这个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好 我觉得就是李老师他说话很少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对夫妻他们的沟通 其实至少在咨询室里呈现出来的还是很不错的 对你可能有些人夫妻双方在咨询室里就能 就能吵起来 或者说那种情绪很激动 你看他平时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样的时候 那咨询师可能就会 比如说说安排说 等一下我们先听他把话说完 对 这样子 就他们俩这种好像就是 比较温和 对比较温和 然后能就至少说的时候表情啊 然后这个身体之间的那个距离 其实并不远 对 他们是有一点梳理 就是平时沟通太少 也不是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冲突 对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是经过剪辑的嘛 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场是说了多少话 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对夫妻其实他们的 就是他们还算比较好调整的那种 对 比较有悟性的 我觉得可能不是悟性嘛 就是可能两个人都不是那种 就是情绪很容易激动的人 对 不是特别激烈的吗 对 如果情绪激烈的话 可能就 就 不太好恐慌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一开始孩子的表现 确实是让人挺 揪心的 对 因为两个孩子看起来都不是很 很正常的样子 对 我是对西西这个故事 刚才老师说 这个是因为这个大儿子过于淘气 呃 才来进行咨询 寻求了很多专家的帮助 都没有得到缓解 所以才来的 那 那我们来说 他的这种 三角类型 刚开始我们说他是跨代联盟 那你说 他是不是有一种表现出来的 就是支持型的迂回 他表现出这个孩子的一种淘气 也是他父母眼中的一个 有问题的孩子 所以来求助 支持型迂回的话 一般里面是没有联盟的 嗯 所以这是支持型迂回和跨代联盟的区别 因为他这里面有联盟 所以我们就是认为他是一个 跨代联盟的一个结构 支持型迂回的孩子 就是不会跟父母亲任何一方结盟的 他只是不断的制造事端 然后来吸引父母的注意力 这个孩子不断的淘气 或者过于的淘气 难道也是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吗 也有可能他是他焦虑 就是因为他过度关注 他父母的情绪 可能是他一种焦虑的一种反应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故事就先到这里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讨论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学习这些 可以想一想 就是一个自我成长 回想一下小时候 你父母吵架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然后画出你的家庭的互动的结构的图 学着这些知识 你对于与父母的关系 有什么新的看法和感悟 综合这段时间所学的知识 你认为功能良好的父母孩子三人的关系 应该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个讨论还挺有意思的 当说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小时候的画面 曾经我跟别人去讨论说 以前当我父母去吵架的时候 然后我就出去玩了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反馈说 他说那你就情感隔离了 然后今天我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间意识到 我感觉我没有隔离 可能那个焦虑被我姐姐替代了 就是我那个时候 确实没有感觉到太多的 那个情感的卷入 然后我长大了以后 也经常他们会有一些争吵 争吵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我姐姐就会跟我打电话 让我去劝他们 但是我好像也没有觉得他们去吵架 有人多言重 对 或者是说 跟我有太大的关系吗 对 你这个界限感还是很好 然后我也会觉得 好像我的姐姐就比我要介入的 更担心一些 因为经常也会听到她的反馈 就是说在她的家庭里面 她可能觉得 她经常说的话就是 那个 我以前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总是吵架 所以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 我不希望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会通过 跟我老公去吵架的一种方式去解决 当然她也可能采取了一些 有一些好的 也有一些不好的方式 但她在绝对避免这种争吵的画面 可能就也意味着她就是受到了 受到了更多的影响 然后对于良好的父母和孩子 就是确实就是像这个家庭治疗的一样 这个孩子 父母之间有一个系统 那亲子之间有一个系统 手足之间有一个系统 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各自在各自的系统里面去处理的话 会对大家都会好一些 对 就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分享 特别的好 我觉得前面那个分享 第一就是你突然有一个觉察和领悟 其实在你们家庭的系统中 你是被姐姐保护了 姐姐更多地吸收了父母的那些情绪 而你就像这个西西的故事里面的 那个二儿子一样 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儿玩 或者就逃走了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你心里面知道有人在撑着 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有多个子女的家庭里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会有一个孩子去承担父母的那些东西 然后解救其他的孩子 所以这就是家庭结构 对每个人的影响 另外一个 对 就是你说的是 系统之间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界限 更直观一点说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跨带嘛 跨带的联盟 两个亲子关系 母子和父子 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等边的 对吧 如果他一旦不等边了 距离不等了 那这个结构就歪了 那么这边是一个等边的 然后这也是一个三角 但这个是个健康的三角 然后夫妻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什么呀 可以更亲密一点的 然后孩子是站在他们正中间的 但是这个孩子也可以进入父母的系统 但是这个进入是有规则的 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入 所以这就叫亲戚的界限 一个等腰的三角形 等腰的三角形 也许甚至夫妻之间的 这个距离要小于什么呀 跟亲子之间的这个距离 那就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结构 好 等腰三角形 最后我们总结出来了一个等腰三角形 跟他听刚才后面这个小妹妹的分享 我跟他正好相反 我是那个姐姐 然后那个父母吵架的时候 我总会是去想 那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争吵比较厉害 然后我居然 好像是我三年级的时候 我上学比较早 那时候才不到八岁 然后我就竟然跑到 我爸是高中教师 我居然跑到他们校长家 把他校长请过来解决问题 然后学了这些知识 我的感悟就是把他们的问题 还给他们 然后其实这个做法 在我早在十几年前 我进入这个专业学习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做了 当然当时没有这么的清晰 只是感觉我妈在一直抱怨说 好像我不关心她 当然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不知道 不过就那对我还是蛮有影响的 刚才我跟这个这两位 这个弟弟和姐姐一块在那 做这个你让我们 我还是有感觉的 就是我跟他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角色我还是有感悟的 还是情绪上还是有触动的 触动了什么 就是 纠缠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不舒服 但是当那个老师 你让我就是走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不舍 还是有一点不放心 然后当 后面这个当父亲这个角色 在他说的时候 刚好他这个脸盘呀 跟我父亲 还有说话那个语气 还有一点温温 有点像 然后老像了 就那种感觉 然后我还真的 说实话 对他呀 不是特别放心 心里面还有一点疑问 这就是 对我的影响 我的看法和感悟 那经过就是这两天的学习 我感觉对我这个帮助挺大的 然后 关系跟怎么样呢 就是父母 父母是父母 孩子是孩子 对 就是这样 那所有的关系回归简单 对对 确实是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我有个弟弟 我感觉 就是 父母这种 就这种 这种家庭结构吧 对于这个手足之情 其实确实 确实有影响 就在我们 我四十出头吧 然后 我们那个年代 好像还是有点 这种男性女 所以说 作为老大 我觉得是 我现在 还是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吃亏的 有一点委屈 是这样子 然后 还是有点感觉 他们有事的时候 不管是爸妈 就直到现在 我调整了这么久 他们也有 慢慢慢慢积攒的不满意 然后慢慢慢慢的觉悟 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是感觉 就是 当 他们有需求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时候 会跳出去 去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好像都是我的事 出上去 但是当我又有一些 挫不开的时候 比方说我要出来学习 可能会需要 爸妈帮我看一下孩子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有时候 他们还是上不去 对 他们顶不上去 他们顶不上去 心里面就有 对 心里边 也不说怨恨吧 就是会有一些 小小的这个失望 有时候会感觉 哎呀 还是人家是一家人 对呀 还是儿子才是人家 所以经常跟同事 在一块老大的 会有这样的感受 另外会 对我跟弟弟之间的 这个关系呢 可能会有一点的影响 因为 弟弟有什么事 他如果 我想往后撤的时候 他会去搬妈妈 来压我 他不直接跟我说 他说 姐我有点事 呀 就咱妈给你说吧 他还会用这个 也是一个迂回的 对对对对 他也是站在妈妈的肩膀上 对 他觉得他可以 指使你 对 用妈妈的力量 对 达成他的一个愿望 对 所以我们家本医生 直到现在 弟弟有点啥事 那全家的都是 全家上 全家上 那不上 那我现在是 采取了一个措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态度很重要 我不做事 但是我 你可以提供情感知识 对 提供情感知识 这是我的长项 而且我态度表明的 特别的好 特别积极 特别积极 然后 这个还可以迁移到 这个跟领导相处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 跟有一些强势的同事 相处的时候 我也会用这一招 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 教育孩子也可以用这招 教育孩子的时候 我也是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一点 我也体会挺深的 对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提供了情感支持 其实也支持到了他们 那么行为上 到底要怎么做 那就需要每个人去完成 自己要对的任务 就要他自己去做 像马过河一样的 你可以告诉他 妈妈支持你 你就往前走 你可以告诉姐姐支持你 希望你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永远都支持你 但是你要自己去做 确实是 这也是一个借鉴 但就那 我感觉这个家庭结构 或者这些家庭之间 这些问题 它也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调整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因为它如果不是 特别的僵化和畸形的话 它不会导致某一个人 出现特别极端的症状 那么大家就这样 不断地觉察 不断地前行 总是每个家庭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只要那个结构 没有那么的僵化 它就可以有一些功能 因为如果出现问题 就是说明这个结构 太过于僵化了 已经丧失了它的功能 对 只不过是像我们在做的 在跟老师学了这些东西 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个 更积极更加主动的一个 推动者这个角色 是的 好 谢谢分享 就是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个就相当于老年期的生活 因为我们六个阶段 其实并没有很关注 去讲那个阶段 但是那个阶段 现在会有一点 会觉得不匹配 或者说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就是我的岳父岳母 我们会比如说经常去看他们 看他们的时候呢 那是这样嘛 就是不管是 在我自己的家里也好 还是在岳父岳母家也好 这个老人呢 更多的承担了就是 比如做饭的工作 因为老人可能 对你也没有太多别的支持 但是你到那儿去 人家总会给你做饭嘛 然后呢 然后还有就洗碗的工作 也是老人在做的 这个就会有一个 相当于其实他们已经是老人了 然后大家也都慢慢的去接受 这种角色的定位 比如说可能我们是家庭的经济主力呀 买米买面买油 都是我们来做 但是呢 就是看上去呢 就觉得好像我们到老人家里以后 我们其实 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干 就都坐在沙发上 好像什么都不干 这个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好像没有尽到孝顺的义务似的 但是呢 好像你也不太好去做什么 比如你说就是洗碗吧 人家说哎呀 这个就是你歇着 我来洗 就是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和谐的场景 就是就是大家可能不分彼此 然后相处比较融洽 但是就是给我一个感受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可能 在家里就是被父母照顾的角色 然后到了这个老人的家里呢 我们现在还是被照顾的 对就是虽然事实上 我们给了父母很多经济上的支持 包括这个 就是买东西 因为以前你说你干活 就是给家里扛煤气罐子 是吧 现在干活就是上网买东西 对吧 你还能买的比它更便宜 更划算 怎么凑单什么的 但是呢 就是你干的这个活体现不出来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关系好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状态就就挺好的 就是老人也愿意去做饭洗碗 他觉得难得你们来一次 这样很幸福 因为一家人在一起 但是比如说关系要是 比如说有些争执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坐在这儿 去享受这个别人洗碗的工作 是不是就有点不是理所应当 反正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以前的人 可能就是老年生活 可能就是不管是因为时间短 还是因为怎么样 就是好像那个地位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现在我们怎么样能让老年人 就是生活的幸福 或者说让老年人 觉得自己是老年人 然后把权力交出来 然后让中年人就是 就是也做得很合适 然后让这个家庭的运转是良好的 其实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课题 对 这样 我想get一下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好像是在说 在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老年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恰当 但是年轻人会觉得自己是不是 没有进到那个孝顺的责任 会有一点点的小自责 那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简单 那就是非常简单的沟通就可以了 你可以去告诉他 哎呀妈 你看我们来了 又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你又是做饭 又是洗碗的 那个我们坐在沙发上 我们还有一点小愧疚 你只要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表达出来了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种什么呀 支持 因为他的所有的辛苦都被看到了 而你不能够剥夺他洗碗或者做饭 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了他自己的价值 对 所以你应对你的那个小愧疚 就是表达 就是相当的表达 对 那您这么说的话 我就想多分享一点 就是说 老年人会有那个 相当于死亡焦虑的 对 然后呢 他会 他可能不担心死 或者说他也担心死 但是他更担心的是 他死的时候 他可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然后呢 我就这么去调整他的认知的 我说 这个 我说比如你现在有退休金 是吧 你一年可能有 比如三万块钱的退休金 然后呢 你也不怎么花 你多活十年呢 你就多攒三十万 所以如果你将来这个 就是 遇到 那个大的问题 需要这个 用钱呢 其实这个钱也是你之前攒下来的 对 就是不会给我们造成很多负担的 我这么调整老人的那个认知 感觉老人的那个 接受程度还蛮好的 对 他会觉得 哎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 孩子的负担 然后不会觉得自己是 低价值的 或者无价值的 这样子 对 做了很好的事情 就是让这个 老年人的家庭 顺利的度过这个老年的危机 对 因为这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课题 好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后面我们会继续 来讲 关于结构式家庭治疗的 具体的实物和技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上去做了 我们下一次的 关于结构 我们下一次的 关于结构 我们下一次的 颈和淡 几乎的 课题